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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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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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们这个甜甜 倒完 倒入灵魂断育 不许 还可以 然后 可以吗 翻面 翻 翻面 都快呀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还挺好玩 哎呀 这怎么翻面 看起来 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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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玩意儿 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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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油 没有油 这下是真要没了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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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要给它放了 走 快走 你就这样吧 可以这样吧 可以这样吧 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只能说是毫无关系 进度条表示 我并不简单 我心态崩了 怎么说呢 虽然我自己吃 我觉得怎么样都好吃 毕竟这是我做的 辛辛苦苦做的 但是我很难过的一点就是 我做得好的时候 我没有拍视频 我一拍视频 就做得好差 一拍视频就翻车 我好难过呀 我明明 我先做这个还挺好的 紧张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 意外带是挺好吃的 真挺好吃的 真香 太香了吧 朋友们 有些时候 不要看表象 要看内在 这个最重要的 就是 做那个料的时候 里面 不方便 就是打鸡蛋的时候 应该是最重要的那一步吧 最后煎的这一步不重要 因为最后卖效 跟好不好吃无关 这番薯大杂汇也好吃 看即使是这里面没有的那个 你吃一口这个 再加一点料 不就行了吗 我心情好多了 果然自己做的东西可以置于人性 现在还掉了火腿条 昨天还没有 果然卖上 卖上好不好看 不是最重要的朋友 好了 我要把它解决完了 我才没有拍照 我才没有拍照 没关系 反正拍视频了 不得不发出来了 不要给我发了 你看 太流心了 越吃越满意 小琪表示很赞 然后我昨天晚上还特地 把这个泡面煮熟了之后 放冰箱里面冷藏 因为听说冷藏一下的面 炒起来会更香 所以我今天打算再炒一个 火腿肠鸡蛋泡面 好像听起来都不是很有难度的事情 我怎么就挑今天这个没有难度的这个菜 给你们录呢 就是前两天我太懒了 我做好多好吃的时候 就比较有难度的时候 都没有录给你们看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刚刚不知道解冻的什么肉 已经解冻完了 所以我现在准备在我的这个炒面里面加点肉 加油 我一定可以的 炒面了 我经常炒的 很简单 好了 这个肉也太大了 怎么弄呢 我打算先切一切 切换来今天 哎呦 麻 这个肉 切这么一块也要够 嗯 看我的高度怎么进步很多 这个感觉应该是 猪在哪里的 我自己得不知道 好了 好了 到了单手打蛋环节 是不是同样是番茄 那我一直说得很多 哇 没有成功 洗手了 再来 每次这个点火都要点火 哦 又没有成功 好考验我的耐心 我决定了 结封最后我要买个电磁霧 这个面呢还是挺成功的 虽然看起来好像也不咋定 有点焦了 但是整体还是不错的 闻一闻感觉也不是特别的香啊 试不试 让我试试 嗯 嗯 嗯 真的不错 这是什么肉 猪肉 哎呀肉了一块肉天哪 这个肉呢怎么说呢就是说 嗯比较平淡吃起来 好像没有加什么调味料的感觉 怕虽如此 还是吃得很开心 我这个呢是一包防备面 我平时看视频看到大家有人放两包 我这怎么这么多呀 我这一包已经够多的了 而且我感觉我最近已经是狂吃 等什么时候 嗯解放成要三天 稍微减肥一下就够了吧 也挺开心的 这段时间研究了很多做饭的 以前呢我是从来不会想过就是 有什么食材 然后在我手里变成能吃的东西 从来没有想过 现在发现自己还能养活自己了 嗯开心 而且我现在每天晚上睡前我都在刷 明天要吃什么 怎么做 因为现在只有一个手机录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另外一个手机 就是看教程 所以基本就是在脑子里面 我觉得就是我做菜就随性一点就行了 能吃就行 能吃是福 现在不管有什么菜 只要能把它做成能吃的就行了啊 不要浪费 好了 今天就先做到这里了 嗯 欢迎来到 小齐变形技之厨具的奇妙冒险 默然回首高级小瓶已是过去 岁月不饶人 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事情也发生了改变 不愧是其 说话的艺术 知其言其语 论小齐是如何把自己的主意描述得如此清新特殊 即使翻车也绝不认输 你看他流星呢 虽然没什么味道 但小齐不说 这个肉呢怎么说呢 就是说 嗯 比较平淡吃起来 好像没有加什么调味料的感觉 别被他乱七八糟的外表迷惑哦 混卖小 跟好不好吃无关 不知道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 吃得还好吗 心情还好吗 我都还好 所以希望你们呢 能刷到我的这个视频呢 嗯 我不求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的视频呢 希望不要学我的很多东西啊 就是开开心心就好了啊 能让你们开心就好了 OK 加油加油加油 大家都要记得照顾好自己哦 香蕉蓝莓燕麦杯子蛋糕 简单又好吃的神仙小蛋糕 厨房小白福音 我一般当早餐吃 份量刚刚好 准备食材 黑咖 配料拼盘 香蕉 好力有派 蓝莓 酸奶 准备完毕 开始制作了 杯底先铺一层燕麦 倒入适量黑咖 喜欢吃甜一点的朋友也可以用拿铁或者牛奶哦 加入酸奶 放上香蕉片 再来一层灵魂燕麦 重复刚才的步骤 黑咖酸奶 好力有派掰小块适量投入 不喜欢这个口感的小伙伴也可以用可可粉代替哦 还是熟悉的燕麦 好力有派掰碎铺云 美观的安顿好每一颗蓝莓 最后一次加入黑咖和酸奶 最后一次加入黑咖和酸奶 香蕉片整齐列队 熟悉的好力有派碎 撒上剩余食材 完美 再来看看正面 放冰箱冷藏一晚 第二天就能吃上美味的杯子燕麦蛋糕辣 营养又健康 饱腹感十足哦 好 好 还好 好 瘦 好 吗 好 我 还能做一次 我 来 感谢观看